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在block裡面 把你取得的溫度跟濕度把它取出來 首先我們還是用一個按鈕好的 按下去的時候再來取得 所以請你互動方式 你就切換到遙控器 維持我們剛剛那個拉霸的那個 那你找到遙控器這邊 你拿一顆按鈕 拿一個按鈕出來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我想要取得現在的溫度跟濕度 那你找找看我們左手邊 溫度跟濕度你覺得會放在哪邊 哪一個類別裡面 對跟環境的偵測有關係的 有沒有一個叫做溫濕度 它事實上有兩個 我們目前這個溫濕度 叫做DHT11 它只能偵測到整數的 就是溫度跟濕度 如果你需要比較精準的 它有另外一個 那這個比較貴一點點 就是跟我們現在這個比的話 那所以我們找的是上面這個沒有 後面那個什麼 HT11的 HT31那個 好你點到它 哇發現 我們這裡面 有沒有好幾個積木 但是第一個 都一樣 你插在哪個角 會要先告訴它嗎 所以我先把這個第一個先丟出來 我們剛剛插在哪裡 各位自由心證 我是16 你的不見得跟我一樣 你自己決定 腳位有沒有設定好了 好 腳位設定好了之後 我們就來看看囉 在這邊在這邊 有了它 接下來要偵測溫度跟濕度囉 是不是在這裡 有一個這個 偵測溫度跟濕度的 你可以把它丟出來 按著按著丟出來 如果你覺得你是需要按下 這個 再來執行的 有沒有 按下這個 我就把這個丟在裡面 偵測的積木丟在裡面 它預設是一秒鐘 因為它的單位還是毫秒 有沒有你看到 這個1000毫秒 等於一秒鐘偵測一個 但是老實講我們溫度濕度 是不需要變化那麼快的 因為你那麼快偵測 其實偵測到都是一樣的數字 所以通常我會把這個 稍微變少一點 比如說我可能多一個0 就是10秒鐘才偵測一次 甚至我60秒來偵測 就變60倍 這樣了解 你可以自己決定一下 多久的時間 偵測一次 好 那我現在呢 我先等一下我再放到這個 積木裡面 我先用這樣說明給你看 好 那我現在要顯示在哪裡 是不是要顯示在遙控器的這邊 對不對 螢幕上 當然你要語音念出來行不行 可以喔 對對對 所以 我們今天先單純一點 我就把它顯示在遙控器螢幕 所以 要找哪裡 遙控器的螢幕 螢幕 要顯示什麼內容 把它丟出來 丟在裡面 丟在裡面 那要顯示的就看你要偵測到的是溫度還是濕度囉 如果你要偵測的是它的溫度 我們就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它偵測到的第三個積木 偵測到的溫度或濕度 我把它丟出來 接在這裡 你從後面這裡可以選擇你要溫度還是濕度 這樣會了嗎 那我現在就真的把它放到我們這個 這個積木裡面 然後把它接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測試看看 和類一下 當我按下 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一顆 那它會去 偵測一下我們現在的 溫度 你看看能不能 抓到 那麼我們現在預設取得的 是不是溫度 請問你要取得濕度 是不是就直接換一下就好了 那如果你魚與熊黨要兼得怎麼辦 是不是要組合成一個字串 還記得我們昨天在那個 點舉證怎麼玩嗎 有沒有 那甚至你可以把那個中文打進去啊 不然你只看到數字而已吧 它沒有寫溫度多少 沒有啊 它上面沒有寫中文溫度啊 它只有數字啊 比如說二十幾三十幾這樣子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 基本功能 記得文字是屬於程式的基本功能 有沒有一個叫做文字 字串這裡可以拿出來 對你就可以自己來把這個組合起來囉 你看我先丟在這邊好了 我在這邊我想要建立一個 我想先寫一個 溫度我就來這裡 再回到文字這邊 我要自己打字 我來這個把它接在這裡 這是溫度 好有沒有我加一個冒號在這裡 這樣子溫度 那我就把 這個取得的溫度我把它丟過來 這樣他是不是就接在一起了 那麼我還要再加 加溫度 我就從這邊齒輪我再加進來 溫度 那我再加一個 因為還在丟一個嘛 好你看我在這邊 這裡 是不是可以複製 這個就變成溫度 如果你要有點隔開我可以這裡加一個豆點 然後這個變 濕度 這樣是不是就接在一起了 像這樣 好那我再把這個 複製下來就是積木 本身我可以像這樣 接好 好像這樣我把它接好我再把它丟到顯示這邊 因為溫度跟濕度其實 應該不會太長 我們的這個遙控器的螢幕 這一整串 大概可以顯示差不多 十一十二個中文字 差不多十一十二個中文字 所以這樣還可以容納得下 就是一行就可以顯示完成 來 確認一下 長得像這樣子 遙控器螢幕 有沒有 顯示 就建立字串 你可以把這樣把它接起來 那你現在在測試看看 看看 這樣子 你會不會一次就可以取得溫度跟濕度 好請你檢查看看 唯一 的是 你呢